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最下咱们的主题是 在他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抽神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在这个人的心里你有多重要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看一下在他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后来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很喜欢你带给他的感觉 你是一个很容易就带给他快乐的人 跟你在一起快乐来得特别简单 你就好像一个美妙的音乐 把他心中的怒火都带走了 他的压力烦恼都忘记了 他发现对你的深情比过去还要更强哦 跟你相处日子越久 越发现你的好 你带给了他疗愈 跟你在一起 所有的创伤都得到了疗愈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宝物 所以呢可以选到第一组 各想的知名有多重要哦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有你的日子呢 快乐来得特别的容易简单 跟你相处起来好愉快哦 就算什么都不做 你只是在他的身边 他觉得他所有的创伤都得到了疗愈 认识你更久 越发现你的优点 对你的深情比过去还要更强的 你就好像很美妙的音乐 把他心中的怒火压力烦恼都带走 所以他把你看成是一个很珍贵的宝物哦 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一个宝物 看塔罗怎么说 在他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他觉得你就是帮助他离苦得乐的人哦 有你呢 就是他觉得世界变得更光明越来越好 他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哦 很容易失眠睡不着的 尤其是当他就是很焦虑不安的时候 你就是那一个帮助他找到满足感 找到快乐的人 是你令他的心变得踏实了起来 你是他一直想奔赴过去的人哦 对你的FIRM反应好 他每天都盼成你能够约他 能够给他机会见一见你 对你的事情他都很关心哦 只要你愿意的话 他可以做好一切准备活力十足通向你哦 只要你点头 他很想要把你尽早的取回家或嫁给你的 想让这个感情稳固起来 稳定下来 你不知道在背地里 一直有在留意着你 关注着你 打探你的社交媒体动态哦 你可能不知道哦 再看多一张 对你的心是死心塌地的 温如泰山了 给选到第一主 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以陶洛派卡来看 他觉得你就是那个带给他快乐的人 帮助他离苦得乐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 很容易焦虑不安的人 很容易失眠 很容易为一点小事呢 耿耿于怀睡不着 但你的出现呢 你就是给他踏实安定的感觉 令他的心呢 就是那些耿耿动动地被填补了 得到了满足感哦 所以呢 每当有机会见你呢 他都会想要活力十足地冲向你 对你的分文反应特别的强哦 每天都在盼着你 能够约他 能够来敲他的门 你就是带给他快乐的 一个珍宝 你就是他的幸福 对你的事情 他都很留意 他都很关注 他甚至对你的关怀 多过对自己的哦 他关心你的事情 还多过对自己的关心了 只要你点头的话 他做好一切准备 愿意跟你进一步的发展的 他已经认定你是适合过日子的 适合娶回家或嫁过去的人哦 想跟你有一个稳定发展 有一个家 他呢 就是很经常的暗地里 会打探你的消息哦 对你的事情 他都很伤心的 他已经决定了 就是指使心 他喜欢你一个人哦 对你的爱是 温如太善的 他完全没有再考虑其他的人了 因为他已经遇见了 最棒的 梦中情人哦 他已经遇见了 最令他满意的人 最理想的人 看字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请意识一下 没有你的爱 他就变得不完整了 你是好重要的 你经常在他的脑中 他会自不去的 一直会想起你 你应该不知道吧 或许你无心做的事情 伤害了他 因为你是他在乎的人 所以你一点点小举动的 都会令他反应很大 你就好像天使 他觉得自己就是恶魔 好像不再能够 配得上你的感觉 晚上会睡不着 会一直想着 不知你们的感情 是否会有将来 他好想你哦 他已经无法再 把这个思念藏在心底了 他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你要的那个样子 你喜欢你满意的那个样子 他对你有信心哦 他知道你一定能够做到 有一些人正在阻挡着 他向你前进哦 给选到第一主意字卡来看 他首先就是说 你在他心里真的好重要哦 因为他发现若没有你的话 没有你的爱 他就变得很空虚 变得不完整了 他把脑子一直想着的都是你哦 你应该不知道吧 你对他做过的事情 哪怕只是小小的 都会令他反应好大 因为你是他在乎的人 可能你伤害了他 你都不知道 可能他只是太夸张反应吧 不一定是你做错什么 他总觉得 你就好像高高在上的天使 而他就是一个恶魔的 好像来自不一样的世界 他总会担心 不知道你会不会看上他 你会爱他多久呢 他经常晚上睡不着 会想着哦 他希望真的可以跟你有一个未来 他现在就在想着你哦 他已经无法隐藏起来 对你的这一份思念了 实在太强了 他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你要的 你喜欢你满意的那个样子哦 他对你有信心的 他知道你是可以做到的 有一些的事情或许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 但他严重的你其实是很棒的 很多的事情他想要对你做的 但总是有一些人在阻碍着他哦 所以若他有做了什么令你不满的地方呢 请意识一下 可能你们之间真的有一些 想破坏你们关系的人 看彩虹牌卡 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我以爱的眼光来看我的伙伴 每一个人都有黑白 光明与黑暗的一面嘛 所以充满爱的 你就会看到他光明的一面哦 就看你怎么样看而已哦 我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表达我的暴怒 生气及意见 而不是伤害任何人 也不会失去他们对我的爱 你是有权利的去表达你自己哦 你生气 或者你有意见 你都可以表达出来 只要不要伤害他人 你还是一个 可以自由的去 做你自己的人 凭借肯定生命 并呈现活在其中的喜悦 我的爱力量与智慧增长 当你就是充满爱的话 力量你的智慧就会成长哦 对生命充满真相的能量 最后我们抽一张 这个塔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导吊人哦 多一点的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哦 或许你的角度看到的 跟对方角度看到的事情有出入的 试着去了解对方的处境哦 再抽这个三张看一下 还有哪些建议呢 这张牌卡是要你静一静弄清楚你心中真实的需求 游渴渴望是什么呢 然后呢 确保你做的事情 你做的计划 是可以朝向你真正所要的目标 你的直觉是正确的 当你保持清静的心 你可以跟宇宙连在一起 接收到宇宙的信息哦 再看 不用什么都在管着哦 放下你的执着的话 你会活得更自在开心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愿望梦想能够实现达成 还有就是 每一天都是好心情哦 过好每一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给大家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在他心里你多重要呢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一下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这个人他觉得你能够令他的心找到平静的人 找到平衡的人 跟你在一起很舒服哦 他对你的事情都很好奇的 他觉得你是他值得探索 更深入理解了解的人 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当他很迷惘的时候 你就是那一位给他指引 帮助他走出黑暗的人哦 你说的话呢都很有说服力的 再看多一张 他觉得跟你很合拍哦 他对你完全是忠诚专一 给选到第二组 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以主题牌卡来看 这个人他谢天谢地 很感谢自己的生命中有你的 你就是带给他平衡的人 你就是帮助他找到平静 跟你相处的时候好舒服哦 他对你的事情都很好奇的 他想要更多的了解你 认识你哦 对你的事情他都想要了解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能够帮助他走出黑暗的人 你给的意见想法呢 都对他好有帮助哦 帮助他走出他迷惘的 那些混乱的思绪 你说的话都很有说服力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懂得大道理的人 然后呢就是 他就是一直在选择迁就你哦 能够依着你 他都想依着你哦 你是他想要 就是去 捧在手心 呵护的人 对你完全是专一忠诚的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合拍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他把整颗心交出来给你 他觉得你是他值得交信的人哦 他现在很忠诚的 很有诚意的想要 要约你去恋爱哦 再看 很有诚意的想追求你 想得到你的放心 你是那个带给他安慰的人哦 当他就是很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是好像天空上最耀眼的星星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在他的眼中 你是最美最亮丽的 再看 对你的事情他都很好奇哦 他想更深入了解你 认识你 虽然现在可能跟你之间 有一些距离感的 想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哦 他清醒的意识到了 你是珍贵的 你是他要找的人 所以他不再想躲 不再逃避哦 他现在就想直接的承认 他要的就是你 你就是他最重要的人 你是一个好有爱心的 跟你在一起 世界充满爱 你结束了他过去的痛苦 你结束了他过去的那些 就是也许他遇人不俗吧 他遇到的都是来伤害他的人 他可以说是第一次遇到那么有爱的你哦 你改变了他看世界的角度哦 自从有你他觉得一切都特别的乐观 特别的能够开心微笑的度过哦 日子无论多艰辛艰难有你的鼓励 他觉得一切都不会太痛苦 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最懂他的人 你们就是灵魂伴侣 你在他的眼中真的是一个好独立能干的人哦 他好欣赏你哦 给选到第二主在他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以陶罗派卡来看 他现在把整个心交出来了 就是想要很诚意的去要约你恋爱 他想追求你哦 在他的眼中 你是一个带着爱心 是一个好善良 很善解人意的人 跟你在一起的相处好舒服 他心中的根根冻冻的被填补了 都得到了疗愈 在他的眼中 你是天空上最耀眼最闪耀的星星 他眼中就只有你哦 除了你之外呢 他不再考虑其他的人 是你结束了他过去那痛苦的日子 或许他过去遇到的都是遇人不熟 都是在伤害他的人 他真是第一次遇到 带给他那么温馨 那么多爱心的人 他现在呢 虽然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距离感 他对你的事情都很好奇 想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你是他只得用心巴烦 努力的去更了解的一个对象 他想多一点的认识你 有你的鼓励 有你的帮助 他觉得一切的痛苦都变得减半了 他都可以带着微笑 去面对劳累的生活 他现在清醒意识到了 你就是他要找的灵魂伴侣哦 他不再闪躲 不再躲避 他其实早就已经对你有好感 他只是一直望而却步 不知道该怎么前进 现在呢 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他想借这个机会 坦白告诉你 你就是他要找的人哦 在他的眼中 在他的眼中你是很能干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意见的人 你是他值得学习的对象哦 他好欣赏你 问题是他不知道 这么优秀的你会看得上他吗 看刺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刺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对你的感觉是真的 他对你动了真情 跟你在一起 他觉得一切都那么的想和哦 他说在顺着你哦 你想怎么样 他都愿意去顺着你 对你百依百顺 若他就是失去了这个机会 他现在想说声对不起哦 若他曾经就是 不敢面对这份感情 浪费了一些时间 他现在想说声对不起 不知道还会太晚吗 他愿意飞扬 什么说呢 就是飘扬过海的走向你哦 多艰难 都无法阻挡他向你前进 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 产生过这种强烈的爱意哦 你是第一位 令他那么的神魂颠倒的人 他对你的爱是非常强的 是很深的 没有任何的负面的影响 会令你们分开 没有谁会把你们拆散的 跟你在一起 是他一直也来的梦想哦 给选到第二主意 自开来看 他说他对你真的动了真情 他对你是真的 跟你在一起呢 他觉得一切都变得平衡了起来哦 你带给他平静的 他觉得他心中的痛苦 坑坑洞洞都被填补了 他就是那么的爱你 他愿意顺着你的一切 你是一个很有足见的人 他都很欣赏你这一点哦 若他曾经拒绝你的话呢 或者是他曾经逃避 面对这份感情 他想现在对你说声对不起的 不知道若现在在争取爱你的机会会太晚吗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要他漂洋过海 无论多艰辛他都会尝试哦 没有任何的负面能量能够拆散 你们没有任何的能够阻挡 他向你的前进哦 因为呢他终于找到他的灵魂伴侣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令他有这种感觉 你在他的眼中是特别的 是他不能错失的一个好对象 对你的爱好深哦 能够跟你在一起 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梦想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我愿意放下过往的伤痛 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 所以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的伤痛已经无法回转了 发生了就放下吧 宽恕别人也等于宽恕自己哦 面对心魔是使自己完整 并活在光中的不二法门 为了要活在光中 让自己变得完整 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面对你的心魔 一定要面对 才能够把它解决哦 我怀着感谢与爱的心情 来付自己账单 自己的账单 自己来承担哦 以一个爱的感谢的心情哦 就不要有怨言的 自己的账单 本来就应该自己付嘛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你的一条道路 请相信 每一件事情都有 明明中都有 已经有了它的安排哦 所以放下你心中的恐惧 还有幻觉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了 再看 大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哦 所以 在你想要做你自己的同事呢 也不用一直太强求别人去为你而改变哦 为什么你可以做自己 别人就不能做自己呢 内在的小孩哦 就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个脆弱的小孩 大家都喜欢被 善待 大家都喜欢被爱哦 所以呢 弄清楚自己的真实渴望需求是什么 好好的对自己哦 最后我们抽一张陶罗牌卡 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 好了出现的就是心必食哦 这张牌卡 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哦 然后与对方的感情其实还蛮不错的 已经走向稳定了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们的感情很快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哦 若现在还未实现 应该是不久了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充满愉悦开心的 与对方好好地过每一天哦 充满喜乐的 天天都是快乐的一天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这么的主题是 在他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目前在他的心中你有多重要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看一下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这个人呢 他觉得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才感到踏实 很有归属感 很有家的感觉哦 你很能够带给他 稳定的踏实的安全感 你是一个好随和的人哦 跟你在一起就好像呼吸 新鲜空气的感觉 没有压迫感 你总是会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着想 你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 他非常感恩能够有你哦 他很庆幸自己生命中有你 可以选到第三组 在他的心中你有多重要呢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非常高兴 你的到来 你就是令他有想要 落地圣根念头的人哦 很有家的归属感哦 你给他一种安定的 稳定的 可信可靠的一个感觉 而且你的为人都很随和哦 很少会说拒绝的话 相处起来很放松哦 你就好像新鲜的空气 令他就是忘记了 他的所有压力 还有压迫 跟你相处完全 一点压迫感都没有哦 然后呢 你都是很善解人意的 都是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想了 跟你在一起 都觉得自己是被宠了 被爱的感觉 非常感恩 能够生命中有这么棒的一个你 来爱他 来呵护他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三组 在他的心里有多重要呢 他觉得你是万能的 好欣赏你哦 当他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 你都很自信满满的 表现出一个自信满满的 告诉他 让你来解决问题哦 你就是一个能够 给他安全感的人哦 当他最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自信满满的 来到他的身边 帮他展药除磨那样子哦 再看 他懂他就是一个 连自己都不懂自己的人 而你 却轻而易举的 比他还懂他自己哦 他很看好你们的未来 他知道有这么棒的一个你 他更有信心的 能够进入婚姻 跟你有一个家 他心中积累了很多 对你的热情哦 不知道你会看上他吗 所以他才会那么被动哦 不太确定你对他的感觉 是怎么样 他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哦 当时机对了 他就想向你表白 去争取一切 能够跟你组织家庭 的一条路 也是一个宝哦 是他想争取 就算是用 不正当的方法 也是想要把你抢过来 再看多一张 是你改变了他 有你真好哦 有你他才找到 他的人生意义与方向 给选到第三主义 塔罗拜卡来看 在他的心里你有多重要呢 你就好像末法师那样子哦 你好自信的 在他觉得绝望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的出现 帮助他 斩药除魔 帮助他打抱不平 去解决他的难题 解决他的问题哦 连他自己 都不了解他自己 而你 却那么的给他 踏实可靠的感觉哦 他心中对你的热情 已经多到 快憋不住了 他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他非常看好你们的未来哦 他之所以被动 还会向你前进 那是因为他在等待着 最佳的时机 他还不太确定 这么优秀 这么棒的一个你 会看上这么 普通的他吗 若有机会的话 他想要争取哦 你是一个宝 是他值得用尽 办法就算是 用不正当的手段 也想抢回来 他知道你就是 赖给他光明的人 有你了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 活着的意义 所以可想而知 你是有那么的重要哦 看资卡怎么说 以前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 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爱情就好像毒品哦 上瘾了 他对你完全上瘾了 他戒不掉的一个毒品 不要一直就是 想着过去哦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他真的很在乎你 他很希望你能够在 他的身边 你的能量呢 就很吸引他 你是闪闪发亮的 他很欣赏你 是那么勤奋上进的人 你一直出现在 他的脑海 他的梦境 对你念念不忘的 请你跟着你的心吧 他知道 很多时候你表现冷漠 都是你装出来的 其实你的心 对他也是有好感的 不是吗 你们是相爱的 到他死 他都只想要属于你哦 宝贝 请你别对他不好的 他决定跟你一辈子了 给选到第三组 我一直看来看他说 这份感情对他而言 就好像毒品哦 他戒不掉的一个毒品 不要一直想着过去了 或许过去大家 可能有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 但那已经过去 我们就往前看吧 他真的很在乎你哦 他很希望你能够在他的身边 你的能量呢 很吸引他 你是一个带着正能量的人 他很欣赏你那么的 积极向上的 是那么勤奋努力的人 你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 他对你念念不忘的 他知道你们是相爱的 你们是互相都有感觉 你之所以表现出冷漠 因为你太理智了 他希望你跟着你的心哦 其实你的心也渴望着他 不是吗 他决定 他说宝贝哦 他决定到他死的那一刻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他只想是属于你的 所以请你好好地对他哦 看这个彩虹牌卡 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三主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 我允许恐惧像云一样的来去自如 你心中的恐惧 难免会惨 身后我们都是人麻烦出主子嘛 算是要怎样应对处理 就因人而异了 就你要选择呢 把它当成一朵云那样子来去自如 不要有反应哦 我结合爱与光 因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你是可以改变你自己看世界的角度 当你充满爱与光 你就会见到一个 世外桃源 一个充满色彩光明的一个世界 该是我自己设想的时候了 不要一直只想着别人哦 是时候也照顾一下自己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章也选到第三竹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爱 其实爱呢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正能量哦 所以无论情况怎么样 都要抱着爱的角度 去应对 去处理 去面对 清除你心中的负能量吧 是时候呢 就是告别过去一些 不再属于你的 不再对你有意义的一些能量 让自己可以腾出空间 去接应更好的 更棒的一个能量哦 指引 你是被指引着的 宇宙从来都没有把你放弃哦 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三竹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出现的是审判牌卡哦 不要一直为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了 是时候觉醒了 醒一醒哦 最好的 在你的面前的不是在过去哦 珍惜眼前人哦 珍惜你面前美好的一切 就是珍惜好当下哦 就一直想着过去的美好 虽然过去也是很美好 但不要因为太过的放大过去的事情 而就是去浪费了本来 现在可以享受的美好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竹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 感情变得更稳固越来越好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